我以前在六七十年代在香港長大 亦不是來自一個很富裕的家庭 所以有機會在英國留學已經很難得 生活較為艱苦 譬如和爸爸和家人分隔兩地 亦沒有機票飛回來香港 所以溝通亦少 但我覺得奉獻一個年輕人 所有事都是要努力才可以得到回來 我自己真的努力過 已經熬了超過二三十年 才有今天所謂的成就 所以不要放棄 努力工作 前度是光明的 九十年代英國 尤其是我住的地方 較為落後少少 很多時英國天氣較為冷 所以每間屋都會有所謂的radiator 即暖爐 但暖爐要入quarter 每次入一個銀 就暖到半分鐘 一分鐘 接著它又會關掉 當時太窮了 所以入一個銀 可以暖到一分鐘 就熬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後太冷了 又入一個銀 又有一個一分鐘的暖氣 所以這些都是奈力在目 現在回想起 當然覺得挺有趣 但當時真的挺艱苦 尤其是一個人 親戚朋友都沒有 在異地上努力去讀書 所以也是剛才說的那句 奉獻大家 就算你目前是很辛苦的 很艱難的日子 熬過之後一定有他的收穫 這個都挺好笑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 現在教壞其他人 去用這個方法 當時因為打採用電話 是較為貴 我每一次就約定 爸爸、家人 每晚一個特定的時間 我就會去 英國倫敦的公共電話廳 入銀進去 打電話 香港就會響 但是呢 約定了爸爸 千萬不要拿起電話來聽 否則我的銀就沒有了 所以每一次都響幾下之後 我自己收線 就拿回銀走了 如是者 我就可以不用錢 每晚都跟家人說到Hello 我都較為堅強的 哭就沒有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都是有回味 第一 第二其實都給自己一點動力 即現在面對這麼困難的工作的時候 以前都熬過了 現在的困難算得是什麼呢